兄弟们快看 我终于搬进更大的双人办公室了 以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摸鱼对抗老板 生活岂不是美滋滋 对对对 我来 哎呀 马总怎么又来检查工作了 话说昨天交代的工作 我俩现在都还没开始做呢 不行啊 这门绝对不能开 开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洗定了我跟你说 洗定了 杀 发生什么事了 嘿嘿 想不到吧 马总 我们俩人组合的必杀技最强程序员 是可以免疫你的技能哦 拜托 你很弱哎 给我YG这是什么 兄弟们 躺平摸鱼咱们很久没玩了 没想到今天一上线 这游戏就更新了新模式 闺蜜模式 其实说白了就是双人房模式 不过这个双人房可不简单 不同的员工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必杀技 目前能使用的员工有四人 也就是说最高能有16种必杀技 没错啊 那接下来挖开就带大家看看 这16种必杀技都是用什么组合出发的 在那之前 我的点赞小分队 能不能给视频来个长点赞呢 点赞都过万 下期更新速度加快 为了感谢你们的点赞 挖开就再告诉你们一个评论区隐藏彩蛋 只要输入括号大哥狗 就能解锁隐藏表情包 各位快去试试看吧 首先我们先用小帅啊 然后和另外一位小帅一起进房间 这人也想和他组队 不好意思啊 我先来的 直接关门 两个人都开始摸鱼之后 就能成功组合出必杀技超级黑锅 哎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我来 老板来了 试一下必杀技啊 这效果应该是原来黑锅的技能时常增加了 而且老板攻击大门还会受到伤害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小帅和小美的组合 必杀技变成了黄金黑锅 效果是老板攻击大门时候可以获得金币 金币数量应该是和大门的等级有关啊 接下来看一下小帅和莉莉 组合变成了鬼影锅 效果是老板攻击大门 有概率被吓到全晕 我竟然脑子有点空白 很晕 不知道小帅和阿元会是什么呢 这不是美队的盾牌吗 这效果也很有意思啊 老板攻击的时候有概率被震退 感觉很难受吗 非常的恶心 看完了小帅的 我们再来试一下小美的组合 小美和阿元的组合 必杀技是骇客猪猪 试用后可以入侵队友的建筑 产出直接归我 好家伙 直接给了我500多金币 这队友不得哭死呀 真香那是真香 那如果小美和莉莉一起会怎样呢 来双倍猪猪 技能效果是使用后获得大量金币 怎么感觉都跟金币有关呢 那再来看一下小美和小帅的组合啊 必杀技装甲猪猪 使用后不仅能够给金币 还能给大门回血 这个感觉比前面两个好用多了啊 那最后就是小美和小美组合了 必杀技超级彩猪 使用之后只是增加了更多的金币 感觉和双倍猪猪没区别呀 接下来试一试阿元啊 感觉新角色的必杀技不会弱 和小美组合变成黄金发明 原先的发明技能可以随机给道具 必杀技给的道具 居然是能加金币的 哎呀你这个开发这个太烂了呀兄弟 我的草原我的马 说我想咋耍就咋耍 继续来看一下和小帅组合的必杀技啊 升级变成了防御攻势 使用发明不仅可以给道具 还能给大门回血 那阿元和阿元的组合 开头我们也看到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最后来看一下和莉莉的组合 应该是攻击强化类型的吧 哎我却不是 居然是双倍创造 使用一次可以给两个高级道具 快看啊 一下子给了我维修台和暗影手 这技能有点强啊 还剩最后一个莉莉了 我发现这必杀技 基本都和员工原来的技能有关 那莉莉的必杀技 肯定是攻击技能 先来试试两个莉莉的组合 必杀技 法师鬼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看到啊 原先技能的灵魂 外貌变成了法师 用一下技能看看 增加了移动速度 不是啊 我搁这躺着呢 我要移动速度有啥用啊 看看莉莉和肖美组合啊 千万别再让我失望了 必杀技变成了财鬼 效果是门口灵魂攻击老板时 可以给自己增加金币 哎可以可以啊 还是有点小用啊 那莉莉和小帅会是啥呢 必杀技帅锅鬼 攻击老板的时候 减缓老板移动速度 哎感觉也很一般呐 最后就剩一个和阿元的啦 两个新角色的组合 应该不会入啊 我去 这必杀技是变成了机甲 大门直接长出一对道次 老板攻击的时候 机甲灵魂出现 而且还是带血条的 相当于咱们有两扇门了呀 好了 那以上便是躺平墨鱼的更新内容啦 各位小伙伴觉得哪个技能最强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